加框线,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概念,Range给它 Range应该知道,范围吧 所以哪个Range,哪个Border,做什么事情 那如何加框线呢?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只有 一行程式,比想象中还简单 程式的话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这边,各位可以看一下,加框线有没有 Range,B3到H13 B3到H,H在这里,13 这个范围,我要做什么?加框线 加框线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 后面一个属性,叫Bolders 它的Bolders的Lightstyle 等于什么?等于这个 那你想说,这怎么打出来的?很简单 点,有没有,先给它一个Range 打一个B,Bolders就出来了 有没有,再点 Lightstyle,这边也有啦 其实所以这不用背 等于什么东西 但如果说你不知道Lightstyle哪一些,很简单 打完这一串之后,请你按F1 在Lightstyle上面按F1之后 它这边会跳出一个说明 这个2007跟2010好像不太一样 看在Bolders上面按F1 Lightstyle 那里面的话,你给它一个 这个好像在那个 在2007跟2010好像不太一样 或者你可以按F1之后 把这个Lightstyle贴到这边来搜寻 它会帮你找到Bolders的Lightstyle 点它之后,有没有 在上面这边有个超连结 也没有,就是Lightstyle的一些相关的 连续的线就这个 虚线就这个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是实线的话 请你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虚线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等号后面 所以这个不用死贴的 里面都查得到东西 比如说我要加什么 加虚线好了 那你如果把它执行 有不要放这边 把它执行过 有没有,虚线就出来了 OK,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那另外的话来加红色的线的话 就是在Bolder后面加一个什么 Color Color后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颜色 给它红色 RGB 这个未来我们会讲到 如果R255最大 其他00 那这个表示红色 OK 然后再来就是加粗线条 就是加一个数 就是它的 后面有个属性叫Vate 给它一个 那清空的话呢 就是XLN 完成 四个部分 OK 这里的话我想给各位参考 因为 也有同学刚好讲到 刚刚那个范例 就会问我说 老师那那个 最后面这个地方 框线啊 你没有加上去 好像有一点没有做完的感觉 那请各位回去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 在我们云端吧 这个是额外的补充 在那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这个 入门哦 宴会牌桌 这个 那我是把它独立出有一个那个范例档 跟程式嘛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啦 回家可以试试看 这边有个画面 那底下都有那个 我刚刚秀出来的程式嘛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所以有关框线的部分 也非常简单 没有几行程式啦 那这个东西 其实你在网路上 Google 不见得可以Google的答案 这东西的话 实际上就是刚好 因为同学问了 然后我就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好 好